这一次的珠海航展 大陆有一个新闻焦点人物 那就是徐峰灿飞官 他是1999年10月 出生在浙江金华的25岁的飞官 由于他的外貌非常的出色 因此被封为大陆空军界的宋慧桥 好 那么为什么徐峰灿会受到了关注 来听听同样是在珠海航展现场的 全球法文会杂志军事家 采访主任陈国明怎么说 女性一般被认为来讲 对机械操作比较不熟 但是世界各国都一样 不管是你培育出美女的飞行员 或是说陆航飞行员 他们都算是飞行员 那你搭配一身的帅气服 自然会成为吸睛的 吸睛效果 那其实昨天啊 其实昨天他们的 他们叫军方的直属媒体 他们都在帮 不是帮 帮陆军 帮陆军拍摄 他们的招生 招生宣传片 所以其实 你可以看到说这两位飞行员 常常在那边走来走去 其实他们都是在拍招生 招生的招募 短片所用 许峰策呢 他是2017年9月入伍 2021年的7月 毕业于陆军航空兵学院 是大陆陆军首批 自主培养的女飞行官之一 那么这一次航展的时候呢 他是驾驶着直二时 直接飞抵到了珠海航展的现场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呢 这一名女飞官的话呢 其实呢 他是毕业于浙江的金华一州 而且呢 在2017年的时候呢 他是在大陆 超过了十二万的高中毕业青年当中 则优选拔出来 进入了大陆陆军航空兵学院学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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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